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11月26號 星期二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坤仁分析師 先預祝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發現台北這邊開始已經是下大雨 而且天氣比較涼 所以如果你正要出門的話 記得多添加一些衣物 而且好像第一波的冷氣團 要來南下了 所以這邊的 這幾天天氣應該會早晚會偏冷 所以還是大家請多注意保暖 還有就是台股再加油 加油 加油 來 昨天台股 你有看到一度大漲了268點 然後尾盤的時候收小紅 收漲了44點 那OTC貴買指數的部分的話 還不錯 漲了0.8%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近的 不斷跟大家提醒到的是說 現在目前的行情 請你多留一些 中小型的相關的族群 因為我知道的 這些內資的法人 尤其是一些比較偏向於投信系列的 最近要開始趕他們的 年底的作戰行情的績效了 那外資的部分的話 會漸漸的去做 開始去做一個休假 因為他們過往都有 年底耶誕節的休假這樣子的節奏 不過他們休假歸休假 他們的一些電腦的程式 依然會在這邊去做運算 該護盤該要去做調控 依然還要去做調控 只是不那麼樣的一個積極 這是一個現在目前可以確定的大方向 那也給你看一下一些相關的個股的走勢 這是昨天台股上漲44點 那成交量4689億元 爆出一個大量的原因是因為MSCI的季度的調整 所以這是一次性的 今天就會回歸到量比較縮小一點點 大約3500 3600左右都是一個合理的 所以4600多了1000億 純粹只是一個尾盤性的一次性的爆量 所以在一次性的爆量的過程之中 有些個股被壓低 比方說像台積電 這裡稍微被壓低了小跌10塊錢 然後有些個股的話是被往上拉高 2317的鴻海 有沒有 它這個尾盤被拉高上去收漲了7.5塊 這都是今天就會去做一個反應回來啦 所以等一下的鴻海預期它就會直接開低 但是這個開高或開低 它就是一個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投資價值的鴻海 投資價值的台積電 F4 甚至連廣達 甚至連聯發科 他們明年都成長 可是股價都依然的委屈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台股的一個狀況 投資價值依然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那有一些個股的部分 待會再跟大家做好好的說明 你看這是誰6558的 來來來來 6658的新高 這種股票在漲什麼 當然在漲最近的BBU 什麼是BBU 其實它不是新的 它是過去傳統伺服器就有的 電源管理系統 這個是用鋰電池備源用的 然後最近的話是外資傳說 AI伺服器GB200它會變成是標配 結果一堆的個股 什麼順達科這種個股突然都飆上去了 這個我們也很早跟大家提醒在前 當然這邊的一個操作的部分的話 就請你不要做追高 因為你看像順達科 或像是4931的新勝利 一個漲一個跌 可是你看到他們下面的走勢都怪怪的 因為他們已經被漲到無法無天的分盤交易了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就是5分鐘一盤 5分鐘一盤 這個族群它就是所謂的做夢的族群 現在目前第四季就是大型股穩住 然後中型股開始去做一個做夢的行情 大方向先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一些個股的部分 我再幫大家做比較詳細的解析 先來看到今天清晨收盤的美國股市 美股的部分新的 就是川普的新的準財長 正式要被提名上來了 然後美國股市的部分的話 四大指數全面收高 甚至道琼還創了歷史新高 真的是很強 還記得我跟大家說到的嗎 不要擔心川普上任 不要擔心美股會下跌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告訴你 複習一下 川普是什麼 川普是新任的美國總統 對啊 但是我告訴你 美國總統川普他本質就是一個做多的商人 他是來賺錢的 他不是來顧政治的 政治會顧啦 但是他不是來好好做總統的好不好 你看他發什麼什麼川普幣 什麼紀念商品 然後賣一堆東西 生意頭腦極極非常之好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做多再做多 當然回答下跌了4.1% 我先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回答最近這幾天沒有其他的利多或利空 他純粹就是在反映他上個禮拜的財報之後 的一個股價的波動的走勢 只是他的位階比較高一點 所以跌個4%我認為都是一個滿正常的過程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台積電他就更跌了 ADR就更跌了2.6% 所以待會兒的台股 因為清晨收盤的我們的台子期貨的盤後盤 跌了200點 所以待會兒的台股指數的部分的話 我們預期也會跟著開低 跌個150 200 我認為都相對的合理 但是當台股在下跌的過程之中 你就可以留意說 中小型的個股 其實這種不佔全職的 或者我們所說到的 做夢的 認養的 作帳的 這種個股的話 就開始去做一個結棒 所以這是我看到的 今天的台股的重點之一 另外一件事情要是鬼故事 依然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你每天都會聽到一些很像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我們幫大家做過拆解之後 你會發現說 原來如此 根本就是新聞在那邊亂報的 你看全台灣哪有一個早上8點鐘的節目 我敢跟你做解盤 其他的節目全部都是新聞報紙 全部都跟你講昨天的新聞是什麼 然後今天的報紙頭條是什麼 可是我能告訴你的是 我五點半就真的要起床 我現在起床的時間點的話 我看到外面天都還是黑的 可是我知道我8點要坐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這麼多的豐富的資訊 我就不可以亂講一天 那邊念報紙的 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個每股收盤的漲跌 然後你看扣掉 到輝達跟台積電之外的話 全面都是上漲的 當然美超維這個有點誇張 又漲的15%多 看起來他下市那個風險 應該已經有去戳過了 他已經拿到簽證關機師了 然後去跟證管機關那邊 去喬一個什麼樣的方案出來 那就可以避免掉下市的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最近的股價 比較屬於大漲飆漲的一個部分 那真正在大漲的原因 你如果看一下 如果你有美債ETF的投資朋友們的話 你今天我恭喜你 你如果報到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你錢低有去買的人 你到目前都賺錢 錢高 9月份那個高點你買的人的話 你現在目前還虧 但是中長期而言 我認為問題不大 為什麼 誰跟你說川普上任美債要崩的 來 這是新的 美國是新的財政部長 準財政部長 他叫做什麼 叫做Scott Bansenter 他是做什麼的 過去他是避險基金經理人 自己開了家公司 然後他是Key Square的 資本管理公司的創辦人 而且曾經擔任避險基金索羅斯的投資長 然後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執行貫徹川普的任務 川普要做什麼 減稅 好 再來的話是關稅 對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縮減開支 就是要控管那個財政赤字 所以這件事情 讓市場上面 資金發現說 還好耶 原來不是那種很恐怖的 說什麼 我要一直開銷一直開銷 然後債券就一直下跌一直下跌 那種 所以昨天的美債ETF 全球最大支那支TLT 他也大漲了2.45%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然後他也說過 說要讓美元作為 全球的準備貨幣的地位 依然是維持在那邊的 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他是有力挺加密貨幣 所以最近的比特幣一直在狂飆 所以這些相關的一些政策方向的話 你就可以越來越明朗說 川普就是要做多啊 他提名出來的這些官員 就是要貫徹他做多的意願 抑制啊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新聞 你就沒有看到真實的點 然後就跟他亂報 亂報 亂報 然後結果造成我們自己的投資朋友 每天在那邊恐慌恐慌 然後追高殺低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來到中市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希望帶給你正確的觀念 另外還有你看 中東戰火又傳合緩了 然後以色列跟黎巴嫩 說要達成停火協議了 我就跟你說打假的 打假的就是打假的 否則早就開槓起來了 可是根本就沒有啊 一個用火箭射過去 說你不要再動了 不要動了 不然我就不在這 你不打我就不打囉 然後另外一個射回去 又沒有射在那些 比較重要的軍事基地上面 就射在一些邊邊角角的 所以這就是跟大家講過了 新聞很多的事情 你要看清楚 看透徹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擔心 我在這裡你不用怕好不好 然後再來 經濟數據的部分的話 禮拜三會公告PCE 目前看起來趨緩的過程之中 預估年增2.3% 漸漸達成聯準會他的一個目標 到2%的一個目標 不過他們目前為止的話 12月份降息一碼之後 他們會先去做一個停看聽 因為看起來包含了像是經濟的部分 依然穩健 然後通膨的部分的話 依然略為僵固在那邊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的一個狀況 休息之前再跟你說一次 來看我標題 又是一次追高殺低的鬼故事 誰跟你說 9月份聯準會FED 他要降息的時候 趕快買美債啊 去找他 我跟你說 這些人早就已經是 預判你的預判了 有沒有看到 最高點在哪裡 就是在降息那個時間點 然後結果 一降息之後 啪啊 直接崩下來 有沒有降息 有啊 結果你就追高了 但是你個人如果看真的 像追高追下來的話 包含的是TLT啦 或者包含像是00687B 00679B 這些美債的ETF的部分的話 就算真的這波大跌 他也才跌13%而已啊 而且他們有配息喔 你真實如果有配到息的話 你大概損益就在10%左右附近 所以最近又回穩啦 又反彈啦 又漲了2.5%啦 所以這些相關的一些 市場上面的資金 正在比你早先預期的 去做一些調整 那下半段回來的時候 我會再更清楚的來告訴你說 現在目前我們的台股 如果今天的指數又要壓抑了 哪一些個股哪一些族群 有夢 作帳 任養 還有忘記的題材 我們下半段再回來進廣告 好 歡迎來到財經早里面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在上半段的時候 幫大家解析過說 道瓊跟科技半導體 其實都有創高 但是揮達的話是被壓抑 不過那個就是比較屬於 正常的波動的過程 因為美國新任總統川普 他本質就是一個做多的商人 然後他的新的財政部長上任之後 也即將要貫徹他的意志 減稅 然後關稅 然後縮減支出 還有就是 還有力挺加密貨幣 所以這是你看到的TLT 美債的ETF 20年期以上的 那這是美股的部分 我們自己的00687B 有沒有 也是一樣啊 誰叫你追在降息之前那個高點的 那真的都是很不好的新聞的那些想法 說什麼降息就是美債的利多 結果你買下去之後跌了一大段 不過這個一大段其實也還好 就大概是10%左右的空間而已 所以如果你用平常心來看待 它就是一個提供你 穩定現金流的好的工具 那你就不要這邊 最高殺地 最高殺地 要蹭那個2% 3%的空間 你賺不贏好不好 那個做短線的事情 留給那些手腳很快的電腦 不需要用人眼睛去看的那些電腦就好了 那我們好好的把那個波段行情 把它賺起來 這是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你不要天天奢望有什麼樣的漲停 漲停再漲停 因為如果天天漲停板的話 你也不需要在市場上面了 我也不需要坐在這邊 跟你苦口婆心那邊碎碎念了 但是如果真的回歸到本質來說的話 00679b 也OK啊 也開始反彈了啊 這個也都是底部了啊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 ETF們 他們其實都有正常的波動的過程 那當然回來到我們自己的台股的部分的話 我也跟你說到了 12月份的部分 這些投影片我們昨天給大家分析過了 基本面 依然成長 技術面 它就是一個底部型態 籌碼面的部分的話 拆成幾塊 內支要做帳 它必須要拉高 然後波段資金的話 他們也是用逢低的去做買進 然後外資準備要休假 他們會用電腦來看盤 然後結果 欸 看起來好像都還滿穩定的行情 結果我們自己的散戶投資朋友們 正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們等你 依然還在害怕 或者之前沒有賺到前一波的行情 然後別的個股往上漲上去的時候 你自己手上還是有一堆的股票在那邊 怎麼辦 沒關係啊 我說過了 這個時間點你就好好趁著現在目前 還不錯的股票 之前漲高的股票 拉回下來的時候 去做一些積極的去做調整 把你手上的持股去做一個換股 那看好看哪裡 大方向給你說的話就是AI 台積電報的名牌 還有投信 投本筆 就是投信的買超的張數 去處理它的股本 你就可以更清楚的可以知道說 這檔個股投信的影響力 是多是少的一個狀況 還有做夢股 例如最近的一些什麼BBU 那BBU我也跟你說過了 它就是一個傳言 AI伺服器要變成標配 結果就噴出去了 那你看這裡也是最近的一些行情 這些題材 今天幾號 今天11月26號 然後這個是什麼時候 11月13號的台股盤後 我自己的YT頻道上面跟大家做過分享的 這裡已經跟你講過了BBU了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過去之後 一堆的BBU噴出去了 好 當然我也跟你說過了 因為那時候的順達 我們的買點是107塊 到最新最新 昨天已經170了 這邊一個波段已經64%了 這邊我拜託你 因為它已經被分盤了 就是不要過度的去做追價操作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就請你守好你的停損跟停利 因為這邊都是追高 另外的話像是新勝利 上半段也跟你說過了 你看這是我們的買點 買在35塊這附近的地方有沒有 很清楚喔 這是我們的手機版本 這是我的APP 我開發的APP 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好好的報告 來 這裡35塊的低點的地方 然後呢 漲上去之後到昨天已經是53塊 35塊變53塊了 已經51%了 這種個股你再去追 就是風險高 還是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很多的好的股票啦 你該要好好的逢地的去做承接 那比方說 這個最近這兩天很夯的 鄭威 因為它是鴻海的AI的資料中心 然後呢 它也有BBU 它前陣子在法術會的時候 他說他們也要跨入到BBU這一塊 結果就噴出去了 然後連續兩根掌停板了 那這種個股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很像 我們之前跟大家聊到的底部型態 然後呢 大量轉強就上去了 所以這種型態很多的個股 都是委屈的底部的好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你買起來的話 就會相對的安心 不過它已經兩根停板囉 所以這邊的話 追價就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這兩個股其實我們自己會員有 但是我之前也跟我們的會員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我們買下去之後 它沒有就直接跟著那些 前一波的新勝利 跟什麼順達一起噴上去 但是沒有關係啊 禮拜五漲停 所以我們就跟我們的會員說 來 恭喜我們的會員獲利續報 不好意思 這檔讓你久等了 所以我們禮拜五的時候 先賺一根漲停 因為市場還它公道了 再來第二根漲停板 我們恭喜會員續報 但是最近的加入的會員的話 我就沒有再讓我們自己的會員 再買新的這檔 就是這檔政威了 因為好的個股 我們就一檔一檔的逢低接 而不是去做一個追高的操作的部分 那如果是正在看節目的粉絲你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守好你自己的個人 跟停準跟停力 那我自己的個股的部分的話 有任何一些漲跌波動 我都會很清楚的 來跟我們的會員做報告 比方說這檔個股 我前幾天喔 我一買的時候 我先蓋牌 我不要看出你什麼股票啦 我前幾天一買的時候 我現買現跌 然後我就說 你看 前幾天一根黑黑殺下去 它就是一個短線客 追高殺低的操作 那因為這檔個股 昨天大漲超過4% 所以我認為 我們只要買得夠低 基本面成長動能 只要夠明確的話 它手穩就是會再往上 所以我們請我們自己的團隊們 就是先獲利虛報的一個狀態 那有一些個股 我會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來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分享的時候 那你自己要看著我們節目的時候 如果你是粉絲的話 粉絲的話 你看到我的節目的時候 就要請你多做做研究 請你要收好你自己的停損跟停力 我也會講錯 因為你看喔 這是前幾天還記得嗎 尚全 有粉絲問我說 尚全還行不行啊 結果我跟你說 細光子很有夢啊 而且這個夢 我告訴你 不是我喊出來的 是台積電 跟你指出來的方向的 COAX 細光子 面板級封裝 還有未來它要切入到的 這個金貝供電 2奈米 1.4奈米 這些相關 這些最新最新的製程的部分 都是它持續要往前走的啊 那尚全 他我一講完之後就漲停板 然後我記得我昨天的節目 我還跟你說 你要小心喔 你看那個細光子族群 3363的 昨天啦 昨天節目我就跟你說 你看那個尚全 跟整個細光子族群 它已經開始有點走勢分歧囉 所以這種個股的話 你在追價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點 結果他根本不理會我的提醒 昨天就直接噴漲停了 這是昨天漲停的上全 然後這個是昨天漲5.97%的聯軍 這是昨天漲高的5.75%的光盛 這幾乎是歷史新高 為什麼 因為這就表示說 有更多積極的主力法人 正在做他們的季底 年底的作戰行情 比我還積極 我跟你說 這幾天的反彈 其實我們已經有開始 去做一些個股的調整 可是這些人 他們就是根本不理你 現在目前的大型股 在那邊做震盪震盪再震盪 他只管搶錢 這就是目前看到的 第四季的旺季的行情 那時間還有一點點 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些 其他的一些觀念 如果有任何我講不夠清楚的地方的話 你願意跟我們互動分享交流 你可以用YT的留言板 我的陳崑仁分析師 你要從Google上面去找到陳崑仁分析師 或者是YouTube 去找到我這個頻道的時候 然後就加訂閱 那訂閱完畢之後 你就看一下我們其他的一些 好朋友們的粉絲們的一些互動留言 你也可以跟我做互動 那你有其他的粉絲會跟你做互動 那如果你是不好意思 就是害羞一點的話 沒關係 Line加起來 Line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一對一的互動 你就不會有其他的粉絲們 一起跟你熱烈的討論 哪兩種都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要加團隊的話 用一對一的私訊的方式問 問一下有些會員優惠的方案 然後電話播進來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會有熱情的專業的同仁 幫你做接通來電 那破解鬼故事 是我一直一直以來 幫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因為你看這個 8月份那一次大跌1800點 我說那就是喜福爾啊 9月份的那一次 又大跌快1000點 999的那一次 那兩次的台積電叫813 現在是1000塊 然後那時候的鴻海是160 170 現在是200塊 你之前沒有跟著我們一起逢低買的人 你這邊全部都買不到低點 可是我相信 鬼故事依然還是會很多 那你這邊的話就不要去做一個過度的追高跟殺低 然後好好的把握現在目前的台股的投資價值 還有最後的時間 我還是要告訴你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我帶你做期貨多空雙賺 這個是我們上個月的契約結算 我們賺1600點 如果在做操作期貨的人就知道說 這樣可以賺32萬 我直接取整數 我不要跟你講零投 因為手續費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我告訴你 這就是你看得到 做得到可以賺得到的一個行情 然後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的新契約 當天就可以賺100點的多單 還記得我們剛剛前面跟大家說到的嗎 昨天台股開高之後 台積電不願意衝 所以你該做什麼事情 放個空單看看嘛 所以昨天的空單 我們可以賺140點 多空雙向都可以靈活賺 昨天下午盤後盤再賺空單 因為下午3點的時候 空訊2301 021這邊空進去之後 就賺起來了 時間關係 我又聽到倒數計時的聲音了 有任何問題 賴家青來 或者是電話撥進來 我好好的來幫你 第四季的做夢 做帳 忘記行情 好好的把它一檔一檔賺起來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我們盤中見 加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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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